剛剛今天有個網友說 42歲為甚麼找不到女兒 42歲找不到女兒不要緊 我們放高41歲找不到女兒 他說現在經常玩Apps 就是Facebook或者IG之類的 Apps應該是家有Apps 對 都找不到女兒 我說沒有理由 家有Apps就很難找不到女兒 因為為什麼呢 一定有東西吃的 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放上去家有Apps的女兒 她都是想來找女兒 你好好丑丑 好不好吃一回事 但是一定有東西吃 你整個屎 整個四十多五十四歲 大媽好多 大把你照吃 你吃王子多 愛蓉那些好多 外蓉也有 當然 愛蓉不收到Apps嗎 好了 她問我 她說為何經常都沒有人回她 然後我問她 你有沒有放了照片 她說沒有 我說第一 你照片都不放 她說怕不英俊 我說不要緊 但是你起碼有個誠意 或者是假照片 第二 買了肥膩都可以 我看一看她的Apps 我 原來她一晚 就已經Copy and paste 還是怎樣 開了三四十個話題 沒有人回覆她 我說怎麼可能回覆你 你這麼沒有誠意 hi how are you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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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怎麼回覆你呢 那要搞清楚 一個女生 她如果把照片放進去也好 她真的也好 她有一點知識 在家裡的Apps 都不下每天 我想 都有三五十個人會 測試她 現在三五十個人 每個人都放在箱上 不知道是怎樣 有吳磚 又有緬甸王子 那些 她也未必能回覆 那麼多 然後就說hi hi hi 我說你不如這樣 你一下就直接交付 就是給錢 通常人家一開始 你是男還是女 然後你身高 就是說少少 你這也不行 所以就是了 溝女真的生個歌 隨便可以 這些話題也太多人說了 當然不是 花那麼多時間 溝女真的要用心思 看看她的狀態 不管她的狀態是堅舍還是假舍 比如愛漢星 愛漢星 什麼都好 就從她的狀態去問她 比如說 喜歡放肆腰的 是h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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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放肆腰嗎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是生個歌的經驗 通常呢 我朋友的東西是怎樣 是 公式化 例如我 我叫做 Felic 然後身高 188 然後 2Logo 17cm 他寫了 就是這樣 三樣東西 就搞定 OK 會就會 不會就算 一定有人會 一定有人會 但是你不夠 但一回就可以就可以吃了 即吃 不是 一回就可以 一定會吃麵 但問題 有時候也要想 因為出來真的可以很糟糕 主要糟糕 就是和你吃飯 或者馬上離開 吃飯 說真的 我沒有歧視 說真的 我真的沒有歧視 但是如果 我雖然沒有歧視 就是圖 好像科哥那樣 剛剛一萬元 又買了25泊的美容 不是吧 除非每泊都400泊 每泊45分鐘 一次做四泊 哇 他真是好 上年又買一萬多元 這些助長經濟 刺激經濟 什麼不好 他真的不敢跟我說這些 我真的兜拳打他 你不要不想是吧 是啊 是啊 他真的有沒有去美容 有 去到現場人 可以再落嘴頭 再夾幾皮 那倒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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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說 我們再說一些 你下次可以p到你六個腹肌 是嗎 當然可以 那些p頭有什麼不行 一條賓州就摘到 十九算半都可以